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感谢大家的耐心,因为我们结束以后大家可以吃晚饭了,希望我们这次这节会开的很成功。 那么领导人,这个是去年8月份成立的一个讨论的会议,它的目的就是一个多立方相关的一个支持IGF的一个赋能的一个机构,三大目标。 同时就IGF提供战略技术支持,第二呢,促进IGF以及它的成果,然后促进这个多立相关方,然后呢,也从事一些筹资的工作。 然后呢,论坛的一些成果跟其他的一些机制进行交流。 然后呢,也把其他一些的讨论成果反馈到我们IGF,根据这个,也就是说IGF跟那些,IGF的这个多立相关方的咨询委员会来一起做这个工作。 那么有十个成员员,主席呢,是这个Vincef,还有这个Raisen女士,他们来主持,他们会详细地介绍。 然后呢,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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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所以我想请我们这个领导力嘉宾 这个讨论论坛的牵头人 Saf先生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非常耐心 那么我希望基督特斯马上也会来 同时我想今天给大家讨论一下成果 就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搞的一个成果 就是叫做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这个互联网 我们这里讲的互联网 不光是把计算机连接起来这样的一个概念 广得多 那么那时候呢 这个概念50年以前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50年过去了 万物互联 包括你我相连啊 还有这个IoT啊 互联网啊 企业啊 政府啊 都地下这么多东西互联 虽然没有实现我们想要的覆盖率 但是呢 而且它的有应性也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大 但是 我们讲的是一种 翻译上的广泛的一种互联网 这是我们希望这个目标 希望大家都能加入我们这个工作 那么IGF 已经搞了18年 那么它自己也跟着互联网的变化一起在与时俱进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 才能够 满足 这座线上不断变化的互联网需求 所以呢 我充满信心的说 IGF 和它的秘书处呢 还有呢 你们所有的人 我们都能够于时俱进 来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线上这种环境的需求 所以呢 帮我们走 Paul 要感谢他 他是Mac 离任的主席 我要感谢他 当然了 他要一直任期到本周结束 但是呢 现在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一样 感谢他 Paul 倒是会详细的展开 就是展开了具体的工作 取得一些成就 最后 我想具体的讲几点 就是这个成果的要点 然后呢 请嘉宾啊 再具体讲一讲 到时候我来介绍嘉宾 就是我们想要的互联网这个文件啊 我们优先 它是一个整体的 它是连接的 那么互通互联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我们的初衷 就是把那些所有的计算机系统 就73年的时候把计算机进行连接 当然那时候是美国国防部啊 他们需要这个command control 进行连接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那么它的功率远远超过一开始的这种情况 当然了面临的挑战也是大得多 无法想象的 而且我们过程中也尽量保持开放 为什么开放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信息的自由流通啊 因为早上一直讲 它是系统的活力 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 那么它就是一个死的项目 就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我们保留连接性 带来的一些没有想到的 这个大规模互通互联 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那么人就是人 他们就会利用这种放大的能力 服务于各个自己一些私利 不见得就是来做那些 不符合大家最佳利益的事情 所以呢 它应该是完整的 它应该是开放的 也就是说一开始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初衷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 它是一个 不是一个停止不变的文件 我们都意识到 互联网与时俱进 IGF的互联网与时俱进 这个文件也必须这样互联网与时俱进 必须要预测未来发生的变化 尤其是在这个 我们在一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必须这样做 所以呢 请Maria Ferranda 她已经上台好几次了 她是ICC董事会的受人尊敬的成员 也是我们非常受人尊敬的专家 她来讲讲互联网 我们想互联网 这个全球覆盖 包容性 然后呢 当然还会请其他同事 到时候来补充 Maria先来讲 好的 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它的特质 它必须是包容的 是全面覆盖的 那么能源 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呢 虽然互联网准入 已经取了长度的进展 但是还有26亿人没有上网 他们没有上网的手段 或者是没有钱来这样做 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 和创新的技术 和这个政策 来扩大他们的上网 和网络的准入 但是呢 它不光只是 怎么样提供技术设施的问题 很多人 他们没有这种 基本的上网的数字技能 有些人 他也没有上网的理由 因为他没有什么理由 来获得这种数字的技术 或者是没有用自己的语言 写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要意识到准入技能 以及他们的应用 才能够这个理解 这个数字鸿沟 那么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需要政府 企业和公民社会 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进行合作 来确保 那么他是可以准入的 可以这个低价 可以上网的 而且造福所有的人 所以呢 有意义的连接性 做到这一点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必须要更好地理解 那么信通技术 他具体应用的一些功能 包括IT的生态系统 还有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以及了解相关的政策的 涉及到互通互联的政策的问题 需要制定政策 需要监管 来鼓励这个全面的上网 竞争 创新 来促进这个刺激 技术的发展 那么全面的上网 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数据驱动 确定标准 而且打造一个数字的价值链 我们这个成果呢 呼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来制定 制定全面的 有意义的 联通目标 而且采用新的创新技术 来解决这个技能方面的短板 我们希望IGF 这方面来出力 制定目标 确定一些指数 来评估这方面的进展 来告诉我们 支持我们怎么样能更好的 更快的来实现这样的目标 谢谢 Maria 我觉得您这个 讲得非常的好 一直是这样 给我们 也就是说 以后怎么样更好的实现这个任务 提出了挑战 我想请 Maria Ressa 我们的副主席 来讲到 这个互联网 这个数据的自由和 受信来的移动 流动 那么也分享一下 就是 在线上的环境上 自己个人碰到的一些挑战 Ressa 谢谢 谢谢 我想 这就是我们 这个 搞的五大支柱 当时 根据大家集体的智慧 确实有很多的方式 今天上午的嘉宾 讨论 讲到的问题 就是数据的流通 数据 是 这个互联网的生命线 是它的核心 但是它必须是自由流通 而且是修信来的 跨界的流动 它是一种 底层 是一种公共服务 涉及到 每天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涉及到那些个人 非个人的 这个数据的 这个流通 这样的帮助我们实现 有韧性的 可持续的经济的增长 上午呢 我讲到了 赚改和操纵数据 它可能带过来一些 损害 现在呢 我们应该要更多的 去探讨这样的一个愿景 我们如何 来解决这个问题 信任 至关重要 政府如果能够采取 坚实的 全面的这样的措施 来保护 个人 我们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 的话就能够实现 包括 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们的隐私权 政府之间的合作 至关重要 就能够打造框架 来实现 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 我们需要设定目标 来让其发挥其价值 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信任 这是基石 这叫保护好 我们的数据 每次听你发言啊 我都会去想到 我们听你的经历 经验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刚才讲到了 这个挑战 就是信任 信任 很难获取 失去 确实非常容易的 您上午讲到了 这一点 那在这个体系当中 如何来打造信任 这非常的重要 技术并不是说 就能够魔杖一挥 就能够信任就来了 人与机构之间的 这个信任 我们要通过精力 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来 这没什么魔力 问责机制非常的重要 找到各方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怎么样 你没有信任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易 而且我们要 基于我们的经验 来信任这种 可靠的这样的 数据的来源 所以在线上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才能够去建立起 这样的信任 就是我们线下 有很多的经验 我们可以 从中汲取经验 讲到安全 Lisa Ford 这是欧洲的电信运商 这边的负责人 也是我们的嘉宾 他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的见解 关于安全方面的见解 非常感谢 网络安全和安全 这是我很多年 一直关注的一个议题 我也很高兴 能够在这儿 跟大家 各位尊敬的嘉宾和同事 分享我的观点 因为大家背景不同 对于互联网和安全的 这样的视角也不同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数字化 我们要确保 网络的空间是安全的 不仅仅是互联网 还是所有的数据的一切 都是如此 因为它现在不仅仅 只是关乎互联网 还有IoT 包括AI 我们的软件 相关的这些技术 包括银行和汽车 等等的这些技术 我们都在仰仗 数据仰仗互联网 所以我们要确保 它是能够有效地履职的 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就像ICAN的主席 他今天讲 这个技术要为百姓造福 我们要确保 它能够为百姓创造价值 安全也非常的重要 是技术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如何加强网络安全 我们领导小组 应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 实现这样的目标 但我们也不要去影响到自由 以及开放 以及互联网上其他的这些信任 安全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需要共同努力 实现网络的安全 同时我们要共同努力 确保实现这样的目标 所以我们认为 很重要的一点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设定目标 建立执行坚实的 网络安全的空架 包括法律法规 以及跨国合作 打击网络犯罪 但我们必须要尽情讨论 共同设定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 要呼吁大家发表见解 看看大家的想法 这非常的重要 感谢 他刚才讲到了 这个词就叫软件 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那就是互联网 它是由软件构成的 它非常非常多元化的 一个生态系统 这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现在有一些大元模型 好像说是他可以 自己去写程序 但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一点 我们就软件的问题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 是完美的 我刚才讲到了 多元化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是有目的的 现在我们互联网上 有这么多的设备 它不是一模一样的 不是一个统一的系统 而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 一个生态系统 的软件生态系统 所以他不完美 也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安全 当然是我们的目标 但不是我们能够 随便就能够保证的 互联网啊 我们可以假装它是安全的 但刚才Maria也讲到了 人他们会用安全的网络 来传播各种 我们刚才讲到的问题 需要信息错误 信息成分言论等等 所以安全 它并不足以打造一个 我们需要的 想要的安全互联网 再说到权利和尊重权利 我想让Bengard的领导 给我们带来 尼日利亚的观点 谢谢 75年前 在巴黎 各个国家 不同的立先官方 同意了一件事情 我们就人权 达成了共识 75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但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 尊严依然是我们人的 经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期待的互联网 我们希望在线上 能够尊重人权 跟线下一样 而且呢 所有的线上的表达的形式 不管是互联网 还有说是数字的设备 还有包括未来的 设备 现在还没有的设备 都是如此 互联网 对我们的设备非常的重要 但我们想要的互联网呢 就是所有人都要受到保护的 不受到损害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要充分地发挥 互联网的益处 这有很多的机遇 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希望能够用互联网去解决 但要实现这一点呢 我们就必须要保障人权 包括教育权 三年前我们就知道 当时大家都必须要去线上教学 很多孩子 世界各国很多孩子 都没有办法上学 这些孩子 他们错失了机遇 学习的机遇 包括他们可以学到的技能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上网学习 不仅仅是教育 还有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参与 集会权参与权 发言权非常的重要 任何限制这样参与的行动呢 我们都要去解决 还有获取信息 不仅仅我们想让大家了解的这些信息 还有呢 就是其实就是信息的 广义的信息的获取 我们要确保企业 不分大小都有权利获取信息 所有的大小的公司 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因为小的这些公司啊 他们的权利也必须要得到保护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要讲 不管是政府 还是民间部门 还是私人部门 还是技术社群 还是媒体 所有的立项官方 都必须要设定目标 来确保人权的这样一种方式 是我们要去尊重的 来帮助我们打造一个 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保护线上的数据的权利 我刚才讲到了 75年前我们达成了一致 我们也不知道 未来75年后会是什么样 但有一点 我们知道的 就是人的尊严 依然是人的精力的 中心的位置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都是如此 本单个他每次讲什么 你就想要去遵循他想讲的 因为他每次都充满了热情 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解 那我总结一下他刚才的发言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实现完美 那没有完美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能够在中途 如果说发现有问题的话 就要及时地转向去纠正 来实现一个我们期待的目标 刚才他讲得非常好 Hurria 下面有请你发言 讲一讲 埃塞俄比亚所面临的问题 负责创新和信息的 这样的国务委员 这个责任重大 所以我想要听听您讲一讲 您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让百姓上网 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非常感谢 我想要感谢主席先生 邀请我发言 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互联网 在我们国家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洲国家 我们真正想要的 就是要跟世界互联 这是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 但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一点呢 如何实现 跟其他的国家互联 首先 我们就要有基础设施 让所有人都能够上网 我们国家 包括整个非洲大陆 都要让所有人都能够上网 为此 我们就要有一个 共同的基础设施 能够极大地提高 上网的普及率 提高可及性 我们要有共同的基础设施 要有共同的内容 因为我们各个国家情况不一 社会呢 也非常的多元 尤其是在俄比亚 我们有超过18种语言 就在我们国家里面 那打造出这样的基础设施了以后 他们要用自己的语言 来使用这些基础设施 所以这个内容方面 我们也需要去施力 用他们的语言来上网 为此 我们就要去打造 百姓的数据的技能 提高数字素养 提高了素养了以后呢 他就能够去使用这些技术了 就能够从技术中学习 还能够创造新的技术 因为当他们了解了这些技术以后 他们就可以去创新了 所以我们现在 做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打造技术设施 实现互联 还有包括电力的技术设施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第一步的工作 还要打造一个 使能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环境 包括数据ID 数据数字支付 网络的安全等等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需要打造平台 在这上面呢 我们就有不同的这样的活动了 包括数据 数字政府 数字服务 电子商务等等 所以这个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 一切的工作都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 当百姓 有了数据的技能 有了数字的技能 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去使用这些技术 所以我们要提高百姓的技能 提高他们的素养 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技能 去用好技术 也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呢 去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在塞俄比亚呢 我们已经 推出了2025 塞俄比亚的国家数据战略 就涵盖了四个方面 刚才讲到的基础设施 互联 同时呢 我们也放开了信通的这个领域 邀请这方面的 国际知名的公司 过来 在我们的国家拓展业务 因为光有基础设施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确保服务的质量 质量可及性 都非常重要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可及性 它是有意义的可及性 包括互联网 包括移动电话的 这些服务的质量都要高 同时呢 可负担性也至关重要 你有了基础设施 有了一些服务 但如果说百姓根本负担不起的话 那也用不起啊 所以说必须是要有 可负担性 还不仅仅是价格 还有就是这些设备的价格 我们必须要大力的投资 给百姓提供价格合理的设备 内容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 大家现在呢 都在纷纷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就是我们从国家层面做的一些工作 打造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能够加强我们的金融领域 对于创新性的年轻人的支持 让他们能够开发新的先进的技术 我们要去支持去协调 这些方面的努力 因为我认为我们大家 是有共同的目标的 我们要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给所有人 给全人类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合作 必须要协同 来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了所有人 我们就要把那些 现在还没有上网的人 让他们能够上网 我们知道这个数据 人的这个数量还非常的多 没有上网的人还很多 我们要共同努力 齐心协力 实现这个目标 打造这样的一个世界 是的 我们讲到了 在一个国家当中 我们就能看到全球问题的缩影 在SLBR这个国家当中 就能够看到 全球性的问题的缩影 所以如果你们在SLBR解决了问题 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在全球 其他的地方 化解类似的问题 请奥地利欧盟事务和宪法事务的负责人 Karolina女士 来给我们做介绍 奥地利 你觉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互联网 从您的角度来说 从立法机构的角度来说 应该做什么 感谢互联网支付 Winsurf的介绍 那我给大家做的介绍的情况 可能给大家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不一定那么深刻 在我们启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努力遍布世界各地 第一次的辩论是在线进行的 对于IGF来说 在线上开会也是很正常 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在网上开会 大家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打招呼 面对面的交朋友 这也是一个难度 那么现在我们 这是第一次线下开会 是在SLBR 然后呢 维也纳的工作组会 大家也都去了 下一次会议呢 会在日内瓦是瑞士 还不是奥地利 那现在我们在京都 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多的步伐 而且我们已经推出了 我们所想要的互联网 Internet We Want 这样的一个概念文件 同时对我来说呢 非常重要 就是要把人权也放在 我们的立法的过程当中 但是呢 既要保障人权 又不能够妨碍创新 就公民社会而言呢 公民社会的认知 也不断地提升 每个人都在多多少少地 用到人工智能的工具 这样呢 我们通过正在做的工作 到明年或者是晚些时候 我们就能够为全球数字契约 去提出我们的贡献 当然我们始终是开放 接受大家的经验 想法 提议 AI每天都在学习 那我们这些人 也应该每天都在学习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 你们为我们的工作 做出的贡献 特别是最后一点 对于所有的听众 以及IGF的各位 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看一下 这个概念文件 并且做出你们的回应 因为我们希望把IGF的想法 憧憬也都能够融入到这个文件当中 这也就是想请IGF的各位 能够给我们多提出 你们的反馈 乃至批评意见 都非常有帮助 好 我们还有几位发言人 尽量守时吧 六点一刻 那接下来呢 我想请 您代表日本的东道主吧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京都 给我们的招待 非常的热烈 会议的组织非常精密 我们也能够在京都开会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我想问的是 您在讨论嘉宾当中的 发言和听讲 以及从互联网 在日本发展历程当中 您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们讲到了 我们所需要的互联网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谢谢 感谢Vint 首先呢 我想再次热烈 欢迎大家来到 京都 京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希望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 在京都逛一逛 讲到 The internet we want 我们所需要的互联网 在过去40年到50年的过程当中 互联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这现在是一个 开放的 自由的网络体系 而且在互联网的发展的理念当中 这是一个必须是一个 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的网络 另外还要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通过互联网治理论 它IGF来 吸引那么多的人呢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多利益相关方的思路 任何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汇聚在一起 来讨论我们如何来改进互联网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了IGF的讨论当中 今年参会者 注册人数超过了8000人 其中有6000人是线下到现场来参会 70%到80%的参会者 是日本以外的国际参会者 所以啊 当然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毋庸置疑 就像此前的发言人讲的过了那样 所以说呢 我们正在建立信任的过程当中 在G20的机制当中 2019年我们就开始提出 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 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让这个概念呢 进入实操的阶段 而不仅仅停留在概念的阶段 所以呢我们想进一步的通过 建立信赖来加强数据的流通 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有网络安全的问题 以及新的挑战呢 层出不穷 我们围绕着这些挑战呢 必须要进行更多的合作 而且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 在技术层面呢 也有很多的发展演进 比方说互联网的网络系统 本身从固网越来越多的转向 移动互联网 还有蜂窝网络以外的 新的网络技术 那而且呢 我们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网络技术 当然了我们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比方说生成式AI 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我们今天也花了很多长的篇幅 来讨论甚至是AI 技术进步的速度 技术进步速度如此之快 所以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 一二足 我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 应对如此之多的新技术呢 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们有如此之多的新的挑战 和新的技术 有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呢 我们的基本概念是不变的 要保持不变 那在我讲的第一点当中 我讲到的这是开放的 自由的 以人为中心的 以及多利益相关方的 那么这些概念啊 应该保持不变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那么对于您刚才的发言 我想做一些诠释 来讲 IGF有着巨大的潜力 或者是能力 来推动互联网的发展 包括在座的每一位 在座的听讲的每一位 IGF呢 它是有一个实质性内容的机制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工作呢 必须应该继续推进 好 还有两位啊 首先 Paul Mitchell 他现在已经 有担任 多利益相关方工作组主席 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Paul 我们在考虑 对接下来的挑战 以及全球数字契约的形成 以及 互联网 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计划 对未来的预测 您能不能给我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 RGF本身的发展和演进呢 因为您的继任者 必须要让 IGF的工作的范围 进一步的扩大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IGF的议程本身 它的范围在扩大 能不能 请您讲一讲 这些话呢 也是讲给您的同事 包括您的继任者听的 我觉得我的 麦克风不太好用啊 我能听也没问题 好 我觉得在这儿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大家必须要 记住 IGF它是一个平台 作为一个平台呢 它能够去 同时 追求 多项目标 因为 互联网呢 它既可以发挥 积极的作用 也有可能发挥 不那么积极的作用 那这 取决于我们的合作 我们的伦理道德 我们去追求的目标 以及呢 我们是不是愿意 为这些目标 去做出投资和投入 将这些目标呢 付出实施 我们在这个会议题当中 环顾四周 特别是在IGF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的激情 和投入 注册参会者呢 有八千多人 所以呢 我们也毫无疑问 看到啊 IGF的光芒 而且IGF 会进一步的发力 去增进 人类的 福祉 只要我们继续保持 把IGF作为一个 合作协作的平台 来加以发展 只要你有决心 一切皆有可能 是 有决心 就能够做到 好 我们的最后一位 MD 作为 一个 杰出的 一位 杰出的秘书长 和 技术使者 您做了很多的 技术特使 您做了很多的工作 来化解 数字化环境 带来的挑战 比方说 在数字化 契约成型的过程当中 您做了很多的 工作 而且我也相信 IGF的 在过去18年当中 在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且呢 接下来 在 为数字化 为数字契约 的实质性内容 做出更大的 贡献 我们也和 今天上午呢 是见到了 两位全球数字契约的 主要的工作者 那在 我们的 领导力 分会当中呢 我也 希望听您 讲一讲 IGF 在 促成 全球数字契约 让全球数字契约 能够成为一个 行之有效的 文件的过程当中 能够做什么 感谢 Vint 我也非常高兴 能够和几位 访谈嘉宾 一起来讲一讲 IGF 在全球数字契约 形成的过程当中 会发挥的作用 而且呢 我也想 简单的和大家 分享一下 我对于 我们所需要的 互联网 这个话题的 见解 互联网 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 全球的资源 而互联网的 愿景 需要不断的 去更新 因为呢 在 经历了多轮的 利益相关方的 探讨之后呢 我们对于互联网的 愿景呢 要加以刷新 就像我们此前的 专家讲到的 必须是安全的 包容的 透明的 以人为本的 互联网 那么这也是和 联合文秘书长 对于全球数字契约的 看法是高度一致的 制定全球数字契约呢 说我们一代人 才有一次的 宝贵的机会 能够让我们共同 来打造一个 全球的框架 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呢 去构建 我们的 数字化的 未来 在明年的 9月份的 未来峰会上 IGF 互联网治理论坛 本身呢 是一个独特的 多利益相关方的论坛 也是一种独特的 全球公共资源 它具备 其他的论坛 所不具备的特点 刚才 我们日本的东道主 也讲到了 参与热情之高 还有呢 参加论坛的人士 来自于 方方面面 并且呢 体现了 深度的 技术技能和 专业知识 每年 都是如此 毫无疑问 IGF 会在 促成 全球数字企约的过程当中 发挥中心的作用 而且全球数字企约也必须遵循 多利益相关方 然后呢 将来实施全球数字企约的道路 也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 共同发力的道路 而IGF呢 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来推动 打造全球数字企约 因为IGF是一个独特的论坛 在IGF当中呢 我们能够畅谈互联网的公共政策的层面 而互联网呢 在我们的未来 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IGF呢 也会继续发挥其作用 明天 在全会上 大家会听到 秘书长 为大会做的致辞 他会再次 强调 他的愿景 他对IGF的支持 以及IGF呢 在我们未来的工作当中 将会发挥的重要作用 所以非常感谢 在亚利萨北巴会议期间的 重要的发言和见解 也非常感谢 从今天开始 我们听到的重要的见解 为全球数字企约的下一个阶段呢 奠定了基础 会在未来峰会之前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 好 非常感谢 我也能够想象到台上有几位呢 他们可能有想要补充的发言 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和原来的计划有所超时了 所以在这儿我也想请大家热烈鼓掌 来感谢各位发言嘉宾的发言 同时也为自己鼓掌 因为你们在参加IGF期间 在本周也都为IGF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会